好 主播我们来到云林刺同 是农业的重点区域 一大早八点不到 菜农们就已经把空心菜 采收回工厂内进行清洗分装 一一装箱准备送广和作舍 而且一般来说 周日菜场都是休假的 农民们特别加班强收 就是听到有台风生成 加上周一有封面靠近 就怕夜菜类经不起大雨摧残 周日不放假 赶快把空心菜送到市场减少损失 老头的厕所说要菜 就怕要加班 包括菜的商量 所以就要劲劲的菜菜 那现在菜价也不算在高点 然后品质正好 所以农民的快人抢收 在冷藏库里面做储存的动作 西湘鼠预估 今年的第一号台风爱维尼入境 出了菲律宾群岛之后 是慢慢的往北向琉球海面移动 离台湾最近的时间点 预估是在26号到27号这段时间 离台湾是有段距离 还不会有什么影响 但值得注意的是 从27号周一开始 梅雨封面接近通过 西半部跟东北部开始变天 尤其是西半部地区 有机会出现大雨 局部好大雨状况 28 29号雨势会更加距 民众要多加注意 以上是来自云林的最新状况主播 我是方燕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 请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一旦能从新闻里 看进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燕迪 请你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